你講一下這次的活動 這次的活動其實最早 最早就是找我 但我覺得我的力量好像也不太夠 就拖了頑童下水 我覺得這樣子號召力反而會比較強大一點 那因為其實工藝的部分我們這個公司一直都有在做 只是一直都沒有一個 像我們會跟柏大尼 有時候會有一些每年也都會有一些合作 那這次跟伊甸園是一個不同的經驗 我覺得還蠻好的 尤其跟小孩子相處 我們跟小孩子相處其實都很OK的 我們也很喜歡這種很很純真然後很單純的感覺 那因為發展遲緩這件事情 其實有很多的父母 剛剛我的同事才提到 其實有很多的父母都懷疑就是說 自己的小孩子到底有沒有發展遲緩或者一些問題 但是就是跨不出那一步 不敢去做檢驗啊或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在此可以跟大家就是呼籲一下 如果說小孩子有一些覺得有問題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盡早就要去做追蹤啊治療啊 因為剛剛也有提到說六歲之前是最好的一個時間喔 對 所以在這邊就是呼籲大家這樣子 這個是我想講的 那那一天去是不是有很多感觸 因為還這樣寫了一首歌 嗯嗯嗯嗯 那個完頭可以回來 那天其實就 我覺得那個就是一天這樣相處下來 其實就是 我覺得其實也是算是蠻謝謝這些小朋友 也是給我們一些很棒的體驗 然後 我覺得這首歌有點像是 感覺是我們寫給他們的一段話這樣子 因為他們現在還小聽不懂 然後未來可能他們在長大了 他們有天回來聽的話 我希望他們會喜歡 然後也會想起這些事情 嗯我覺得其實 嗯 嗯嗯嗯嗯 因為以前 以前可能沒有那個經驗 然後去了解 其實就當下我反而會覺得 像這首歌繩子分享 就是慢一點沒有關係 真的 其實不急 真的我覺得 有時候像他們這樣子 慢慢的去摸索 慢慢的去了解這個世界 我覺得反而對我來講那是一種享受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社會很急嘛 大家都很急要這樣 所以那一天我覺得也是他們讓我們放個假這樣子 然後慢慢陪在他們身邊 然後跟他一起去看他在看的世界 對 然後我們就覺得就是 完成這首歌的時候其實我們自己是很開心的 我覺得是很有意義的 然後我們自己有很多收穫 剛才錄了這首歌的時候 剛在台上大家也有說就是 因為詞寫太多了 對 刪了小時候 請問兩位覺得怎麼樣 怎麼會先刪兩位 他們不能覺得怎麼樣 因為我第一個寫所以我決定 啊捏 誰第一個寫完誰就可以決定刪什麼 我現在想要講一件 再插回來一下 就是剛剛講到疑點 就是因為那天就是其實 我發現他們的老師啊還有就是工作人員所有的整個疑點 其實他們對小朋友是真的很有耐心的 對 我那天我寫對各位也是希望可以給他們鼓勵啦 真的他們是真的他們辛苦的很有耐心 對 好 就這樣 那這次有沒有想到找那個人可以請 他喔 因為他家裡也有小孩 因為他其實剛剛工作 那個時候是工作算是告一段落啦 所以其實也還蠻 呃 之前很忙 所以就讓他休息 然後下次如果還有類似的活動的話 就一定會找他的 對 嗯 好 對 還有其他問題嗎 最近有機會聽到我完成過去有沒有人心做 欸 大淵 欸 欸欸欸欸欸欸 講一下嘛 首先我們做公益就 就請大家follow我就好 你知道他會問的 喔好啦 即將問世 好不好 過一陣子就會好好跟大家見面 對 然後跨到我一下時間點吧 時間點喔 在那個要熱不熱的感覺 有一點熱會起肺子的那時候 這樣可以吧 好 好的 你可能會有機會 蛤 我 我其實一直都在錄音啦 但是我錄音很慢 我這個人就是 既來之則安之 然後就是 即知即醒 就是想到就做這樣子 然後欸 沒有想法就是 帶小孩 要不然就是遊山玩水 對 不過我自己的專輯 是已經慢慢在收尾了 但是發行的時間還不一定 還不一定 然後在這邊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這張專輯就是 全部都是情歌 怎麼樣 對 就全部都是情歌 對 差不多就是這種感覺啦 對 那發行的時間真的還不知道 有可能 明年初或今年底吧 那個時候有開會 反正就是 有可能也會快這樣子 對 但是就看我的心情 嗯 想問一下小春最近 好像是除了現在馬虎專輯之外 也有參加運動會 嗯 對 那最近旅行運動會 那最近旅行運動會 有跟小組關心一下嗎 蛤 江洪姐 昨天好 昨天好 沒有沒有 因為我昨天去一下 我就先走 因為今天來準備這個 伊甸園的記者會 對啊 我就去差不多半小時吧 我就先閃 所以我不知道 哪個狀況 那最近有剛好長個試 有機會嗎 欸 其實他是紅隊 我是藍隊 所以我們遇不到 對 沒那麼熟是不是 就遇不到嘛 因為 藍隊的練習就是淺姐這邊 啊我們一直都在練習 所以其實沒有太去關注的事情 不要 那岳哥這樣子的狀況 會不會給一點 給點鼓勵 或給點劍 什麼狀況 最近的時事 喔 時事喔 喔那個我比較沒有那個去follow 對啊 因為我覺得演藝圈嘛 你知道有時候風頭過了 我就沒事了這樣子 那我當然希望就是說 大家好聚好善啊 對其餘的我也不知道 對 謝謝你 對 沒了嗎 還有其他問題嗎 沒有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清靜片 師傑 就是 為了 非常 selfish Teles